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说 年改依靠粮生活保障 设有楼地板 解释孙李佳童的月退十年后仍于6.7万元 行政院政务委员林万亿 记者黄耀征设 中国时报13日报道 李佳童日前收到退休所得重算处份书 他写了一封标题为三封信的文章表述心情 看到自己退休金被减三 四成 很伤心 颇有晚景凄凉的感觉 已无法去美国参加同学会 另外一晚间告诉中央设计者 李佳童的年资超过30年 与他相仿 目前月退约新台币10万元出头 7月年改上路后所得替代率降到75% 月退仍有将近8万元 10年后缓降到60% 仍有67000多元 那也不至于晚景凄凉 若10年内工交友调薪 甚至会更高 跟很多劳工比起来 应该算是相对好的退休金 他说 原本的公交人员退休制度缴得少 领得多 已有7.9兆元的钱藏债务 制度不得不改 前总统陈水扁 马英九也都已主要严改 到总统蔡英文终于勇敢承担改革 她可以理解这些被改革的人心情不好 但是回到制度本身 基金 已经入不敷出 这是算数问题 没有人愿意拿别人的荷包开玩笑 连万亿制出 在设计年改制度时 已经考虑了几个重要条件 一是所得替代率10年后降到60% 还是比经济合作 既发展组织 OECD 国家平均的50%级要来得高 20掉降不是一次掉足 是分十年缓降 让大家有足够时间调整退休生活 第三是设定最低生活标准 即32,160元的楼地板 随住军工交掉新3% 楼地板也跟住提高为33,140元 年改已经考虑到维持公务人员的基本生活条件 连万亿说 去年立法院三读通过年改制度时 教育部跟全序部已经有提供网络试算 公交人员最近收到的处分书 其实只是行政上的通知 年改条件与去年通过的法条都相同 可能最近收到处分书会放大恐惧跟不满 但法律通过时已经都是算过 绝对没有所谓砍到让大家玩尽凄凉 他表示 过去民国81年将公务员退休金从N给制改为提拨制时 为降低冲击与反弹 公务员仅需自己提拨8% 但当时委外精算 其实要将近14%才够 47年开始实施的18%优利存款 当年银行利率是17% 但现在才1%多 其他都靠政府补贴 退付基金一开始就不健全 不合理的制度不可能用信赖保障继续下去 不然倒是基金破产 所有人都领不到 编辑 李舒华